3月份川普正式承认以色列拥有哥兰高地主权推翻了美国半个多世纪来对中东的政策并震动国际社会 拥有哥兰高地的主权对以色列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周二再次对此表示感谢 内塔尼亚胡还表示将用川普的名字命名一个哥兰高地新城镇 此外以色列还打算用川普的名字为耶路撒冷西墙附近的一个计划建造的火车站命名 新唐人记者王语音张奇综合报道